三球速度是263公里 反拍过度并不是只机会 还直线 塔菲克在回球的时候 这个手头上的节奏是在不断的改变 提杀被防守起来 反拍 真是很有杀伤力 还是控制两个底线 往前调动一板 机会 塔菲克再轻掉 就等着这个小将来失误 这是一次主动的失误送分 塔菲克的机会 连续两板的进攻 第一次还是双脚起跳 但是看来塔菲克现在稍微的确实是 他的这个腿在做了第二次跟进铺网之后 稍微有一个停顿 这个膝盖上的老伤 不如年轻的时候 身材那么这个纤细了 好 现在陶菲克就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体能上不够好 接发球 自己想做一个改变 但是出现了失误 相比分差就慢慢拉开了6比2 判断准确 今年的这个汤姆斯威呢 在 印尼队呢 是分在了这个D组小组阶段 印度 还有澳大利亚这三支队伍分在一组 而日本队呢 是和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分在了B组 这样日本队呢 是作为小组第一的身份来出赛 而这个印尼队也是小组第一 抽签的决定呢 就是按照排名的日本队是4号手中在第二阶段 他们的八强赛季 首先呢3比1击败了德国 而印尼队呢 13比0击败了印度 所以两支代表队是在下半区的半决赛里面碰面 第二阶段产生八强之后呢 就是重新的进行了一个抽签分组 起跳之后的一个假动作 批掉往前 这球挂在网带上 这球挂在网带上 就是机会 半场清掉一板 哎呀可惜了 批菲特在第二局啊 他的这个失误 自己的失误率啊 比第一局呢要多一点 这位老将已经28岁了 他呢 是 曾经六次获得印尼公开赛的冠军 在本地呢 是非常有实力的 而除此之外呢 除了在市井赛和奥运会上都拿到冠军之外 他还在02年和06年 两国亚运会的女王球的单打冠军 那么今年的11月份呢 亚运会呢 就要来到中国的广州 同学呢 这位老将呢 也是这个六度的汤姆斯杯的六朝元老 从2000年开始呢 来参加比赛啊 可能是这个托菲特呢 有一点点体能的下降 他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 自己的数也比较多 而 刚才呢 这是 田二贤一呢 一次漂亮的突击得手 陶菲特呢 判断失误 在比分方面呢 是首次来到了7比7 就是当目前为止啊 这场比赛呢 第一次呢 打到了这样的 接近的比分 连续的追分 也给日本的田二贤一 可能会在信心上呢 是带来一些改变 好 那个这个回放质量非常高 几乎是贴着往带而过 今天田二贤一呢 这位日本小将 他的这个杀球的速度呢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展示的机会 陶菲特非常漂亮 正拍对角的杀球 假动作的劈掉 一板直线 陶菲特的 这次判断是准确的 去年的世界锦标赛 在印度的海德拉巴举行 那陶菲特就是 以独立运动员的身份 出赛 展开了一个 抽球失误 这次汤油杯呢 一共是男女各有 12只队伍出赛 分成四个小组 定型第一阶段的 小组赛争夺 小组第一呢 是以这个种子队 单打双打的这个排名 积分呢 来计算一个新的顺序 重新排定种子顺序 然后呢 小组第二呢 是来进行重新的分组 抽签分组 这次改到了机会 前二前一呢 抓住了往前的机会 陶菲特刚才的这个回放 质量确实是差一点 他也是做了一个假动作 但是这球过往以后 实在是太高了 挫的位置很 陶菲特这边 可能是太低了 越早再往前出手 过往的高度越高 球呢 是会越有危险 好像带有一点滑板 双脚起套 在底线的这个中杀 10比9 反拍的失误 陶菲特明显的在第二季的比赛里面 他自己的这个失误呢 也是给对方送去了不少的分数 看场机会 上点杀直线 这是一个机会 清掉 天儿咸进的反击啊 反拍抽追身 这球有出界的嫌疑 哇 很精彩 都把老将爷 吊动了 跑起来了啊 也是两次 在中路 中杀 最爱的这一分是拿下了 不过对于陶菲特来讲的也是 体力上消耗的也是比较大的 11比10 领先一分 进入到了中间的休息 现在我们看到陶菲特的 在这个比赛里面的 这个用反拍的扣杀呢 是比较的少了 那也是他的招牌式的一个进攻 因为这样 在反拍还能够抽出 或者是这个下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